正在瑞士山脚下召开的达罗斯论坛 也在面对美国的问题 川普的问题 他们在思考未来 整个全世界美国还能够领先多久 川普只是一时的现象 他有他的年龄 但是美国内部的分裂 美国的贫富差距 美国有4400万人是处于贫穷线以下 美国人们对于体制的高度的不信任 美国政治理想丧失 这些问题都不会因为川普 他那么当选 他活着他死了都不会结束 他只会一直恶化 现在看起来确实是如此 所以未来美国还不能够 还能不能够领导世界 在达罗斯论坛里头 瑞士山脚下召了一些重要的人物 包括摩根大通的CEO Diamond他在现场里头 很多人都认为在21世纪里头 美国不可避免的 在经济方面总体GDP会慢慢下滑 然后被中国超越 接着中国被印度超越 所以是美中印在20世纪轮流当家 又一次各国政治领袖及商业精英 齐聚瑞士山脚下度假胜利 参与全球年度经济盛惠 达罗斯论坛 列明优先讨论之议题 除了人无解放的两大地缘冲突 恶乌战争 以哈战争 严重受到这两场战争拖累 2024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前景 也高挂起义 若把时间轴放大拉远 21世纪哪个国家将成为经济王者 是称霸了134年的美国会议继续连装 还是作恶忘义的中国 终于能有机会反超荣登冠军宝座 美国银行执行长莫伊尼汉 代表着国内财经界多数观点 认为国家在2023惊险 躲过经济衰退难能可贵 尽管通膨还在路上 确实也带动了薪资成长 表示全美工薪阶级口袋比以往都深 失业率处在历史新低的美国经济 在进入全新年度前 成绩其实不差 这些年我们对世界经济增长 贡献率一直是在30%左右 刚刚过去的2023年 中国经济总体回升向好 预计我们的经济总量 GDP的增幅在5.2%左右 帅团亲赴达沃斯的中国国务院 总理李强则抛出了略高于 去年初北京设定5%左右 经济成长目标的数字 表示中国经济成长在已经结束的 2023年实现5.2%增幅 强在中国官方数据正式出读前期公布 华尔街日报评论李强是试图 在国际场合上替中国公开招商 喊话造因中国经济放缓而缩手的国际投资 若重新选择投资中国 将是机遇而不是风险 达沃斯论坛期间 各自抒发国家经济表现的两大强权 在剩下80年不到的21世纪将有谁当家 英国智库经济及商业研究中心给的答案是 美中印三国 或许将在这百年内轮流称霸世界 联准会近来一句降息不及 让心心念念着三月能迎来联邦基准利率 从5%历史高点滑落的华尔街 在新年假期结束后拜幸而归 联准会理由直白 经济成长强劲 美国没有快速降息之必要 英国智库发布2024预测报告 也说美国经济确实仍在持续增长 但方法手段是举世皆知的国家举债 且是计划性的继续增贷 并从美国国债占GDP比重 早就超越二战结束后的历史峰值 119% 在2023年第三季突破123% 再创新高 CEBR隐晦地对美国提出了警告 国家债务比何时会变得不可持续 尽管没人明确知道 但任何一种严肃的经济理论 不会忽略假设发生的可能性 英国智库为与筹谋美国学界一片乐观 The U.S. is still quite dynamic with a lot of innovation so I think that the private sector actually innovates a lot This can be in the most advanced technology of the future AI, machine learning, robotics, automation But we have in the U.S. many problems We have a very divided political system partisanship is actually damaging of economic activity The U.S. is positioned well to remain the leading economy in the world But we cannot take our advantage for granted You know, United States, America has a lot of advantages We have great natural resource space The electricity costs are very low The land costs are very low The water So all these things are necessary to produce a powerful manufacturing base 至于中国经济核实称霸世界 CEBR大弗拉后了2015年时所预测的2025年 认为中国在本世纪最有机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的一年 将落在2037年 但直言预测成立前提是中国不发生经济危机 会入侵台湾或面临西方制裁 且明白点出中国经济眼前最大痛处与美国不同 不在于政府而在于过度扩张的房产部门 深信不断借贷继续盖房 就能填补债务偏坑的恶性循环 就拿过去五年为例 就有高达50家房产商 未能如期支付利息 更还论偿还本金 如今随着北京介入 为房产商贷款提供担保 以求阻止中国房市混乱 但房市危机也一下升格为了国债问题 但CEBR也在报告中继续写道 如今的中国房市与15年前的西班牙如出一撤 开发商财务杠杆过高 政府介入后银行出手 提供开发商存款准备金防堵房市恶化 最终化解了西国房市泡沫 只是中国还多出了人口减少的长期隐忧 直言人口下滑对国内房市需求势必减少 自然也成了未来国家经济规模 能否扩张到超越美国的原因之一 那么印度呢 21世纪当美国也与中国一样陷入人口成长停滞时 印度的人口红利及劳动人口在商业资本充足的国内环境下 大幅提增国家经济产值将是驱使印度越上全球第一经济体的最大动力 美国会永远第一吗 美国会再次伟大吗 CEBR预测印度GDP可能在2080年超越中国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因为相比日本韩国中国等亚洲大型经济体 印度人口结构仍然相当年期 预测2024到2028期间 全年经济成长率将稳定维持在6.5% 2032年准备超车日本德国 并在21世纪后半拥有足以攻顶的能力 届时如果没有意外 中国将排名第二 美国可能沦回第三